董教总此前揭露 十加六华小计划从宣布至今过了六年 却只有两所学校建成启用 在华社掀起了热议 教育部副部长林慧英 今天在国会下议院被问及这个议题时坦诚 政府跟谍耽搁有关工程 但他承诺会确保这些学校顺利建成 在这段时间 所以每选择都必须开始 但是我仍然在努力 确保我们能够使用这些学校的学校 很轻松 林慧英是在回答国阵丹荣比爱区 国会议员南都司令黄日生的提问时 这么表示 她补充 有的学校面对土地问题 但是该部门已经在着手协商 确保有关的问题得以解决 另外面对西蒙巴达林在野区 国会议员李建聪提问时指出 教育部和民间组织如董总 对于师资是否足够各职议词 教育部是否准备拟定一套 各造都能接纳的统一方程式时 林慧英表示 百分百认同这项建议 但她也强调 教育部拥有自己的一套方程式或指南 教育部有意为国会议员进行汇报 让议员了解 教育部是如何计算出所需师资 避免混淆 教育部是杨� angef一 Independence 教育部是 inici��标的 教育部有代완 教育部是尤学航部可以进行 poetic 教育部是ăжют 教育的你可以 presentation 教育部一 MARC 你們这次败ma地团 教育部是比装 教育部画了好 教育部是一定уг 教育部长时代表 教育部上